廣場舞不只是中國大媽的特權 洛杉磯國際機場的 好數十名的員工 今天在Tom Bradley國際航站樓 跟著流行音樂 跳起了像是中國的廣場舞 他們的快閃表演 迎來了旅客們的圍觀 洛杉磯國際機場 希望用這種歡樂的方式 迎接即將來臨的暑期旅遊旺季 洛杉磯國際機場的員工們 今早在國際航站樓大廳 秘密地安排了一場快閃演出 演出開始前 一些內部知情人士 來到表演場地四周 偷偷注視著舞者們 我有一個家庭人員 但應該是一個好的演出 我相信他們會做得更好 因為他們知道要做得更好 興奮、驚喜、 光燈 所以很興奮 音樂響起 數十名二十歲到七十多歲 打扮成旅客樣子的機場員工 在大廳中央舞動起來 雖然員工們並非專業舞者 但他們在公眾面前 展現出的活力與熱情 帶給現場觀眾 一種更為親切的喜悅 與其稱為快閃 洛杉磯國際機場員工的表演 更像是美國版的廣場舞 現場吸引了越來越多的旅客 停下腳步開心圍觀拍照 這是洛杉磯國際機場 特意為迎接旅客夏季出遊 安排的演出 這些員工們每天利用午飯時間 進行了近兩個月的排練 這群舞者們今天總共演出八場 他們為洛杉磯國際機場 每一個航站樓的旅客 帶來了驚喜和歡樂 洛杉磯十八台記者 晨晨 孫孟一採訪報導 我們在這陣子中 有空晚上的街頭 我們在這陣子中 我們是有一個意義的 想像是屈指的 我們在這陣子中 甚至一陣子中 我們在這陣子中 我們在這陣子中